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歌坎电影 出门 出门的世界 跟大家分享过一集了 这是个老电影 但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闻名的电影 那是由金凯瑞演的 那演的概念当中就像影片的名字一样 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其他人都是演员 其他都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但反正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环境 他又都是真的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集了 在那一集当中 我们是把自己站在 出门金凯瑞扮演的角色的角度去思考 去看待 对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那期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讲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凯瑞 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这个导演 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金凯瑞的夫人的角色 演员 而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散聚在世界各地电视机前 看电视的 看出门这个影片的观众 那当位置不同的时候 环境不同的时候 我们都会从影片中找到我们自己 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演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人 但我们这一份真实 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中 生活在别人的观念 所营造的氛围中 影片里在摄影棚里的其他人 全是演员 包括跟初曼朝夕相处的太太 对吧 朝夕相处的太太 这些演员都围着初曼在转 那这些演员都用他虚假的一面 礼貌的一面 温和的一面 人性的一面 在欺骗着初曼本身 想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同事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虚假的一面 有着善意的理由 有着恶意的原因 有着不知所措的 毫无理由的 某种欺骗的行为 就像在西方社会中 礼貌 在西方社会中 到处可见 但它缺少真诚和真实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当人们被誉为高级动物 灌输到我们 成为我们的观念 我们非得认为自己是猴变 而这个理论却是老外说的 跟我们没有毛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是神佛道 天地人鬼 是这么来说的 而这其中 神佛道 天地人鬼 乃至地狱 都有着我们自己的成分在其中 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可能造成我们在生命的未来 上天 下地狱 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可是今天不是 非说是猴变 对吧 当自己是猴变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成为了单行道 而不是轮回转世 我们的理念成为了单行道 也不是轮回转世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变成了 使用人间的一切 我们受教育的过程 是为了我们成功 我们家庭 维护家庭 背叛家庭 出卖朋友 维护朋友 都是为了我们自一体之力的成功 时间就是金钱 成功就是硬道 这是在中国社会 曾经被宠为 是一种 是一种 金科玉律般的人的生命的理念 但它不就是带有极强的 极强的欺骗性吗 我们为了成功 我们又不在乎 失去了对我们自己灵魂的认知 我们会无恶不作 无恶不作 在节目中我们曾经说过 穿着西服耍流氓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戴着金丝眼镜 是黑社会 两回事的 完全是两回事的 我们的一切 文明的一切 都成为了欺骗的手段 在这个影片中就有这个含义 在一个这个影片里非常到位的 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也没提到信仰 影片里从前之后没有信仰 那生命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氛围内成长起来 周围的一切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中 人们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内在的情感的 偶然的存在 就是金科曼跟那个女学生之间的短暂的爱情 对不对 而这短暂的真实的爱情成为了这个金科曼成为了初曼走出这虚假繁荣的演艺场 进入了真实的黑暗的环境 寻找他真实的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扼杀着我们周围的环境 包括我们自己 影片里就有这个意思 当真实的一面触动到我们自己利益的时候 我们会群起而攻击那真实的 初曼曾经玩藏猫猫藏咪蜜 对不对 他跑了 然后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去把初曼找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初曼的亲朋好友同事 每天早晨遇到的所有的人 他周围对他所有的好人 却变成了粗暴的 粗野的寻找者 辱骂他 侮辱他 愤怒他 出漫消失 造成他们失去工作 造成这个影片结束 造成这个影片无法拍下去的时候 就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当一旦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撕下了虚假的面孔 露出了人性中猙獰的一面 我们每一个人 恐怕在真实生活中 都有这一份额 那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权力者 导演从小出漫很小的时候 就把他摄入到影片中 那一直到他长大成人 娶妻 成立家庭 对吧 一直到他出走 在这个过程中 权力者是那个总导演 那总导演手下是那些摄影棚的 和整个剧组的设置人员 他们把出漫当成了道具 当成了就像动物一样被管制 他们用各种方法去欺骗着出漫 乃至于到最后发掘出漫出逃 驾船出逃 那结果这个权力者在这个海面上 兴风作浪 要置出漫于死地 那些演绎 那些剧组人员都已经无心下 就是自己的良知 在出漫遭受痛苦时 和生命危险时被触动了 包括那些投资者都被触动了 都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应该暂停 这个时候 权力者在极端自私和自我成功的 力量的驱使之下 当他的权力遭到了出漫 寻求自由而挑战的时候 他就疯狂了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对不对 他宁肯杀死出漫 也不能向全球的观众表现出 他的失败 所以当时兴风作浪 那个包括雷鸣电闪 就是要置客观环境 要置出漫于死地 而这里面表现出 一个暴政者 一个权力者 他的脆弱 他的邪恶 他自身的人性 良知在权力的驱使之下 荡然无存 我们每一个人如此的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家里做父亲的 在公司中 做老板的 做头的 当一旦你被赋予权力的时候 有些人就失去了理智 但他无济于事啊 人生就是一个大戏棚 你以为你能控制一切吗 在生命自然的力量中 人想控制一切的权力的表现 都是像魔鬼一般 衬托出真正生命自由的真实 影片就有这一份含义 包括那些摄影组的人 人们的良知 当自己的权力 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当自己去控制别人 而别人在突破自己控制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 很多人的良知 在对方的苦难中 有一种苏醒的概念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修炼中的说法 魔是为佛而存在的 魔是为佛而存在的 是因为在人的生命理念中 生命的过程中 一个人真正想达到慈悲的境界 一种包容的境界 他要经历过自身生命 遭受磨难 遭受苦难的过程 一个人在遭受苦难时 在遭受磨难时 他不对这份苦难和磨难 有着任何的怨恨 而是认可他生命的过程时 就是他慈悲产生的过程 相生相克的道理 所以魔是为产生佛而存在 再往大说 影片里面的世界各地的观众 观众有各种各样的 里面主要演了两个 应该是两个什么 应该是保安人员 有两个应该是这个两个姐俩 那还有其他的世界观众的人员 那他们看着出漫的电影 影片看了二十多年 因为从小一直看到大 他们一开始的感觉 也是像其他观众人的感觉一样 包括那些影片的制作者一样 要把出漫找出来 说这电影不能 你出漫不出来 我这电影没得看了 我的生活 主要的一部分没了 所以出漫你不能死啊 你不能藏门门啊 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 但是出漫在抗争磨难的过程 在那风暴的海洋当中 要被杀掉 而他绝不放弃的时候 那也就变成了 出漫自身的行为 去拯救了世界人的 上存的良知 人们都被他的追求自由 和生命真实所感动 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对他人 对其他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是观众 我们都是观众 我们由我们自己 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 去评判这件事情的 对与错 和他希望的发展的方向 可是 我们的氛围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 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自私 我们自己的狭隘 甚至那种对生命的不尊重和摧残 而造成生命要经历痛苦 造成他人要经历磨难 那一份的磨难与痛苦过去之后 当出门走到了 大的摄影棚的边上 当出门痛哭的时候 知道自己被欺骗了 知道这一切 他的生命的一切 都是虚假的时候 所有人都感动了 对吧 每一个人内心中 人之初性本善 都有我们善良的一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门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 我们自己周围的虚假中 当一个人有能力 在追求爱与真相的过程中 揭穿了这一份真相 揭穿了这一份虚假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就自然的设身处地的 变成了出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出门就像一个拯救者 他的磨难的过程 是拯救全世界所有的观众 他那种与世 与己无关的 自私狭隘的 已经变得相对的冷漠的人性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希望出门走出去 走出去是什么 没人去关心 走出去是什么 也没人去设想 而人们只想到 就是抛开这幸福的 美满的 看似光彩的 温和的 虚假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变成出门 走出这虚假 迎来自己生命的真实 走出这一份虚假 不就迎来了自己灵魂的真实 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真实 我们个体的人的肉身 对在看待我们人的灵魂的时候 就像出门推开那个门 走向黑暗的自由空间一样 我们人的肉身 除非你修炼 如果你不修炼 我们没能力知道 我们灵魂的归属 他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谜 是一份黑暗 是一份惧怕 但是他对于我们生命的真实而言 那是一份自由和生命的真实 所以出门影片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 自己真实的影子 虚假的真实 欺骗的真实 观看者的真实 和我们周围的人生的 那一份真实与虚假 当然这是站在不同角度去看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还是那句话 他更像的是一份灵魂的解脱 从我们的观念中 从我们的世俗中 从我们的利益中 从我们的欲望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